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胖子 昨天在山上擦羊 然后回来的时候拔了几根竹笋 今天来做竹笋饭吃 好大一根 这个上面太嫩了 上面的嫩的我们用来炒的吃 竹笋饭是把糯米全部塞到竹子里面去 等一下大家就知道怎么做 这个后面有点脏了 现在把它切成一节一节的 这上面好了呀 这上面好了呀 舍不得 舍不得做那个竹子饭 这个竹子炒的吃也挺好吃的 这个东西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 双面 把水 把筷子架到中间 现在可以把糯米 放到这个竹子里面 再夹一点 腊肠 夹一块 再放一点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 可以开锅了 哇 好香啊 给大家看一下 我来 有点竹子还有腊肉 糯米饭 香味 有点烫 好 好 好了 好 好 我真的好 好 宇宙的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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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饿 我真的好饿 好饿好饿好饿 我真的好饿 好饿好饿好饿 这个犊子好好吃 好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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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真的好饿 这边是在上面 上面是那么晚面 可是会常奇怪 心脏救饿鸟 他们总是说我 平时吃太多 但是人家真的 真的聪明了 一半才觉得 肚子被吵恶 肚子在我心中 是考大着了 还会去生命里唱歌跑票了 这样他们又有嫌弃我娘 一二三四 好了好了好了 你真的好了 还有几个等下留给我父母 还有我弟弟他们吃 小伙伴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来做这种煮笋饭 挺好吃的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欢子TV 我会给大家拍摄 更多原生态的龙虾生活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欢子TV